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家族企业 在剧中的各种一日体验 包括搬家工人 黑道企业实习等等 让唐宇哲觉得相当新鲜 而这一次体验当继承车司机 竟然载到大咖歌手周星哲 唐宇哲和周星哲两人在小黄车上闲聊 还从后照镜中看来看去 让他留下深刻印象 我觉得事情很好玩 因为我突然觉得司机 其实是可以每天接触到 各种不同样的人 性格 职业 个性 然后可能会聊上几句 所以他们不是专业的搬家工人 预告中唐宇哲对上女主角豆花妹 蔡黄如展现独手的一面 还隐藏自己的作家身份 新戏还没上档 已经让观众期待不已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